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我回忆起了 我究竟在哪里听过这个名字 哦对 是四年前 电视上播报着伦敦奥运的战况 那天的新闻都在铺天盖地地感慨着王浩的遗憾 对于你 我的记忆只有一个模糊的名字和你冠军的头衔而已 那个夏天不懂事的少女 更多的是在和众人一起替王浩惋惜 是的 我并不喜欢运动 包括乒乓球 我只会看奥运会第二天的奖牌战况而已 所以 对于你 我并无太多记忆 2016本也一样 可我终究是遇见了这个我在四年前错过的人 在一个不经意地点开微博视频后 我看到了你 看到了你忍着腰伤比赛 一身伤痛 却依旧傲气 你打球时的热血悲壮 霸气激情 燃得我热泪盈眶 然后 我拼命地想了解你 于是我看了你所有的比赛和访谈 知道了你是亡命之徒 看到了你的义无反顾 你路特丹束手撕红伤时的怒吼 亦或是你身披五星红旗 辟逆天下时的意气风发 又或是你在赛场之外 逗弄小狗时眼中的温柔 你的少年赤诚 你的张扬狂妄 你的惹人争议 即使伤病缠身 亦无所畏惧 我心疼你这一路跌跌撞撞 也没给废了这一身的血性 庆幸你经历风风雨雨 却依旧坦荡赤诚 恨不相逢年少时 十年风雨未曾见 路特丹那个撕衣服的少年 伦敦那个亲吻冠军领奖台的少年 巴黎那个蝉联世界之巅的少年 杜塞尔多夫 那个T非广告牌的少年 永不服输的倔强与疯狂 都深深地埋藏在我的心里 有人曾说 在你年轻的时候 也许会遇上这样一个人 他在你的心里什么都是好的 他却不属于你 甚至不知道你的存在 却能陪着你的青春 一路美好 对我而言 这个人就是你啊 是你教会我什么是坚强 什么是永不放弃 现在的你 做好了自己能做的一切 承担了起自己的责任 也得到了早就应得的拥护 少年成长成男人了 但眉眼却数年如一日 一如往昔稚气少年 仿佛一切都停留在昨日 此时的我只愿你平安喜乐 无病无伤 我愿陪伴着你 看你狂 陪你扛 一直到故事说完 一如既往 磕跌同行 亲爱的四四五先生 我很想念你 我现在的每一次努力 都是为了能靠近你一些 靠近我的梦想一些 你带给我的不只是疯狂 更多的是勇气和执着 再见礼乐 东京再见 四年 十四天 柯柯 咱们想念只换一次见面好不好 因为有你 未来可期 今天的这封情书来自一位 微博名叫东哥四四五的小蝴蝶 希望我们的柯柯能够赶快好起来 然后开开心心地度过每一天 继续笑得像个小核桃 心藏有你 一如既往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